大家好 本期介绍一部在别人国家就别人总统的美国动作大片 《滨海陷路》 没有错 我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巴特勒 话说几天前 美国的一艘核潜艇在俄罗斯水域附近闲逛的时候 突然就笑死了 上面立马决定再拍一艘潜艇过去看一看 可那艘潜艇正好没有船长 而我正好在这附近闲逛 虽然我没有上过什么正规院校 可凭借多年来的实操经验 领导依然决定让我去当那个船长 因为我除了擅长开潜艇 什么都不会 也会开点车 但是潜艇开得更好 真的 没二话 我就带着这群新兵弹子出发了 好不容易来到信号消失的地方 通过勘探小船 还就真的找到了残骸 一个巨大的裂口 这明显就是受到的攻击一样 我命令大家各就各位 根据我多年来打鲁啊鲁的经验 这附近肯定有人蹲草丛 果不其然 头顶上还真的就有一艘俄罗斯潜艇 二话不说 连个口号都不喊 就直接扔出了两枚鱼雷 开场直接就双扎嘛 炸弹 不能指你打我 我不打你啊 管上 我也下令甩出两枚鱼雷 然后降低深度 利用急转弯 将对方的鱼雷 引诱到之前五方舰艇的残骸上 爆炸了 我都是这么几次 随后我们的鱼雷 也就击中了对方 每次知道 我的副舰长有点怂 这怕不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吧 可笑 我是谁 我是杰拉德 巴特勒 拜托去查一下我的历史 有我在的地方 什么时候输过 在对方潜艇还没完全损害钱 顺带还有救生艇 救回了敌方的船长 其实我也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一船的人 就他船长还活着 另一边 俄罗斯总统刚刚赶到 他们的军事港口 也就听说了 他们潜艇被击沉的事 旁边的国防部长 湾梅将军提议 上去开团 俄罗斯总统说了 先打电话 问问美国在搞什么 但是湾梅将军提议 上去开团 这种人就是典型 长期混迹于青铜的菜鸡小学生水平 不看局面上去就是干那种 信号总统比较理智 先打个电话问亲 是不是 这倒好 正要打电话 没有信号 俄罗斯总统打国际首脑电话 没有信号 混成这样还搞个什么军事港口 然而其实这背后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原来呀 湾梅将军是个极端主义者 他屏蔽了总统跟外界的联系 目的就是要挟持总统 号令诸侯 挑起美俄两国的大战 带头上去开团 最终打到自己自寻死路的目的 果然是一条汉子 有人是为了钱 有人是为了权利 有人是为了女人 你这个糟老头子无欲无求 只想开团 我很佩服你 上去开团 反派将军将总统的保镖杀的 都认到海里了 而这一幕被另一组潜入的 美国海豹突击队员 开在眼里 美国的总统决定 现在俄罗斯总统被挟持了 万一打起来 咱接招也是吃亏 不接招更吃亏 干脆咱们把敌国总统给救出来 解除误会 那么这个任务 当然就交到了我的头上了 我 吉拉德巴特勒 在自己的国家 救过自己的总统 在别人的国家 救过自己的总统 在外太空 救过自己的总统 现在要在别人的国家 救别人的总统 只要是让我救总统 那一切救欧击逼科 如果让我当总统 我先是说服 被俘虏的敌方老舰长 让他带我们穿过 布满地雷的军事码头 去接应那组 已经潜入进去的海豹突击队 这四个人呢 也是运气好 有个总统的保镖没被杀死 既然你们也是来救他们总统的 命大的保镖 二话不说 就答应帮忙 给带路 反叛将军的手下人数 虽然多 安保虽然严 但是在保镖 清扯熟路的带领下 还是很容易的 就找到了总统的 此时的俄罗斯总统 见到武力 闯进来的美国大兵 就跟见到亲人一样 那画面太美 你们是无法想象的 经过一系列枪林战雨 保镖和一个突击队员 用生命拖住了时间 小队长呢 带着总统一路狂奔 将军的手下一堆人 一路横追 这些手下怕不都是窝底吧 十几条枪突突突 没有一个打住目标 有时候我都挺心疼 大反派的 手下这群人 连战武渣都坦不上 战斗力几乎等同于背景刀具 我呢好不容易把人给揭上了 敌方的驱逐舰也赶过来了 几枚导弹 直接钻入海底 炸我 潜艇已经开始漏水了 而且他们还没有收手的意思 这次我是真的感觉自己要冰海陷落了 但是 我人都在海底了 我还陷落到哪里去呢 退无可退 此时我灵机一动 敌方老舰长 以前貌似是个海军校长 而上面俄罗斯驱逐舰的士兵 应该都认识他 你赶紧劝劝他们 你还别说 真管用 老舰长几乎记得上面驱逐舰上的 每一个士兵的名字 司马光 诸葛铁丹 慕容伟 黑土白云 公孙富贵 我是你们的老领导 别炸我 然后咱们就把潜艇给扶起来了 他们动不动手 一切听天由命 另一边 反叛将军一边冒总统的民意 调动军队 想逼着美国的海军进入战斗位置 双方大干一场 一边得知了驱逐舰上的人不听话 根本就不愿意攻击 好啊 那你不攻击我来 就在军事港口发射过来的导弹 即将炸毁我潜艇的关键时刻 旁边的驱逐舰 竟然主动用机关枪保护我们 打爆了飞来的导弹 捞铁给力 而且还顺手又发射了两枚导弹 直奔军事港口的指挥使 炸死了反叛将军 及这一伙势力 最终 总统被挟持的事情真相大白 我也释放了老舰长 让他回到港口 送别的时候 俄罗斯的总统黯然的上了小木筏 镜头倒不给他一个 把俄罗斯总统做到这种 积极无名的地步 我救了这么多年的总统 你是第一个 好老铁关注了 最终的最终 世界再次回到了和平 而我还将继续 在有可能陷落的地方 去拯救倒霉的总统 这就是我 吉拉德巴特勒 冰海陷落的故事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喜欢 阿斗的主角独白系列 电影结束 就点个赞 告诉我们 我是阿斗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失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